每到了年节期间 在亲朋好友齐聚的同时 许多婆婆妈妈却要站在瓦斯炉前 辛苦地挥汉做菜 这个景象是许多人心中的甘苦谈 但其实你会有更好的选择 花莲的芙蓉饭店在今年就推出了 一桌只要6600元的豪华年菜 如果要单点 每道菜最低也只要660元起 让大家都可以轻松地过好年 一道道美味佳肴摆在桌上 看起来都相当可口 如果想要全部包回家 现在只要6600元就能轻松搞定 这是花莲芙蓉饭店 在今年所推出的威如年菜 由主厨李中达深厚的精湛厨艺 一连端出了酒到独家拿手好菜 让民众在年节期间 也能轻松吃到心急料理 那我们佛跳墙呢 那选用的食材也都是蛮经典的 那有巴基斯坦的一个花椒 然后里面有我们的蹄筋 然后有瑶柱啊 北菇啊 这些名贵的食材 那在胡掌菌炖乌鸡的部分呢 就是胡掌菌的一个营养 它本身呢就是非常的丰富 那搭配我们的还有虫草花 还有一些名贵的食材 跟那个药材呢 在一起下去炖煮 那口感是非常丰富 又有营养的 蜜子排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选用的我们花莲的玉里的 莲珍豚 对 那它肥瘦均匀 油脂丰富 韦炉年菜一开卖 出席当天定位已经大爆满 如果不想在饭店人挤人 外带年菜会是一个好选择 今年我们花莲芙蓉推出的年菜外带 那目前的销售状况 已经达到120组左右了 那也持续在增加 那目前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们也希望客人能够 尽量采购我们的年菜外带 能够在家里围炉 那目前我们花莲芙蓉 销售的状况上来讲 最好的是佛特套 跟纸牌跟鸡汤 目前我们也主推 萝卜糕 花莲芙蓉的萝卜糕 那萝卜糕的话是2008 湖上葱草 冬屋鸡 美容花椒 佛跳墙 城光果蔬 蜜子拍 等9道精美料理 各个都是主厨的拿手绝活 如果想要单点 每道菜最低也只要660元起 提供给民众在年节期间 围如团聚的同时 一个轻松上菜的新选择 记者徐立芹 花莲市报导